中第八季 北海道战即将开启 下雨 柳妍 金大川 黄征 徐杰尔 李博荣 邱吉明等明星 相继到达北海道 晚上周明星参加了晚宴 气氛起了荣荣 最后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 搜狐视频CEO张克兰先生 也到达了晚宴现场 与大家一起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了现在 一张片 一分钟都希望能够被我们所有的网友昏注 你们应该都是明星对这件事情 我们也很高兴的 把你们最灿烂的笑容表现给所有的网友 这个活动呢 已经是第八届 然后 我们号称 跑遍天下最美路线 然后 所以 以前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在这儿 但是有很多新的网友 对吧 这是我们的自身网友 然后 然后我们今天有新的网友 这个各位 所以 我们这个活动呢 以前是每三个月一次 然后呢 下面是每半年 每半年一次 然后呢 是要跑遍天下最美路线 但是下一次也许会回到我们的伟大的座位 跑过了台湾 跑过了丽江 三亚 那么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就说 跑步是一个已经热了好几年的活动 同时呢 跑步呢 在那个 在中国来讲 对一个 缺少认任何自己的国度呢 当然你们 还要不信 那个 跑步基础物形成一种价值观的宗调 所以是 中国大陆的人们在跑步中 想尝尝一种自我 尝尝一种 印制品质和一个生活的意义 所以说 跑步呢 会活活 是它的意思 那么最近 最新呢 又有 GT 这个跑步呢 这个 又 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以及这个 世界上的最佳跑手 已经要冲破 马拉松两小时的这样的 差一点 差23秒 所以呢 这件事又给跑步注入了 最近又新的一个热浪 热场 所以我们来跑步 明天呢 五公里 十公里 二十公里 跑五公里 然后呢 不强球 那么 五公里一定要要求 速度不要求 我们这个跑步 不要求速度 标球完成 但是我相信 你们一般跑完五公里 都忍不住 会继续跑下去 因为明天的 樱花的道路 太美了 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该开会讨论 选择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 因为这个樱花的好看 然后呢 这个选择最美路线 所以 希望你们明天呢 大多数能 蹲更 跑二十公里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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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